立挺成奇迈!60个医疗工会及医院校友会组后援会 60个医疗工会及医院校友会,立挺成奇迈!记者格佑豪社 记者格佑豪高雄报道,听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奇迈,高雄市60多个医疗工会团体,医院校友会,筹组一届大联盟后援会,昨晚在高雄市举行筹备大会,推荐陈奇迈是高雄市长最好人选,当选后一定可以带领高雄盼经济,并落实完善医疗掌照。 一届大联盟后援会筹备大会荣誉理事长肖志文,肯定陈奇迈对医疗照顾的专业,很高兴他代表一届参选高雄市长,呼吁大家11月24日不分蓝绿,共同支持。 高雄市医疗工会理事长王钦诚说,陈奇迈是20年磨异剑,在的深耕,是一届共同推荐的最佳人选,而他的医疗背景,可以用医生的眼光,精准处理市民问题。 牙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谢尚廷表示,陈奇迈具有丰富的行政经验,相信有能力带领高雄拼经济及偏向医疗的问题。 陈奇迈说,他非常感谢医疗界大佬及各专业团体不分蓝绿,筹组后援会大力相挺,他当选后,会本助医师以民为本的关怀,提升长兆及偏向的医疗照顾。 出席人员包括医疗大佬庄维州、肖志文、陈顺盛、李鼠平、全台牙医师工会联合会理事长谢尚廷、高雄各医疗相关工会理事长高伟祥、王洪玉、陈建復、陈立琴、郭明昆、蔡明聪、詹永龙、侯世明、林永泰、林秀美、于雪昭、 陈清辉、陈清辉、林世峰、谢燕伟、蔡秀霞、张荣舟等。 及各医疗相关大专院校校友会会长蓝转胜、黄鹏国、潘志勤、谢正义、蔡昌学、杨怡章、郭鸿章、曾景源、徐永正、陈昭仓、林正泰等人。 相关关键字。 2018-9合一选举。 市长选举。 后援会。 陈奇迈。 高雄市长选举。 快加入。 新闻送上来。 Android。 LINE加入好友。 高雄市长选举。 韩国瑜自估局势五五波。 陈奇迈走访凤山与钱新陵。 欲打造高雄经贸移居新都心。 皮肤潜仰。 宝宝东抓西抓。 可能是过敏。 西投资。 判官光。 韩国瑜,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创意政策。 陈奇迈要打造高雄表参道。 提出一束六横造街计划。 哪个城府连二十二年人口入超。 且还在增加。 民心没变。 韩国瑜劝陈奇迈好好聆听基层新声。 看更多。 请加入自由时报粉丝团。 上一则新闻, 民进党全办会。 阿扁不参加,将发表四分五十三的影音谈话。 是足赛比利时夺冀军创队时最佳。 他是最大功臣。 就是最大的仙子。 我们下集中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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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,订阅, 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 订阅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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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。